接下来一百八十七页 体痛论的最后那样一段 这段呢是 主要是讲的忘诊和切诊的问题 因为前面那十四种疼痛 很重要的从真法角度说 真法角度说 主要它是个问诊问题 问痛不痛 起码这病人痛不痛 是他自己说的 这当然你有喘动应手啊 这当然是说闷而可得的问题 但是主要疼痛没疼痛啊 止没止 减轻还是加重了 还是暗之无益了 这些还就是通过病人口述 通过医生询问 所谓咽而可知的问题 那么下边一句话 你看说所谓咽而可知的 前面这个十四种疼痛的情况 主要是焉而可知的问题 问真得来的 事而可见在何呢 那前面一开始 不是说要这个 焉而可知 事而可见 门而可得 令厌于己 可得而闻乎吗 令发门解惑 可得而闻乎吗 所以焉而可见讲完了 要问的 焉而可知 讨论完了 下边就问 事而可见的问题 事而可见的问题 那就 以及后边所说的 门而可得的问题 都是很简要的说了 徐伯回答说 五脏六腑 固近有步 这个固啊 有一个版本 做面 做面 比较合适 以从之 也就是五脏六腑 在人在面部 都有固定的部位 相应的部位 这在后边讲课当中 会提到的 某一脏 反映在面部 是什么部位 所以五脏六腑 固近有它 特定的部位 士气五色 那么观察 面部的五色变化 观察它 部位 再观察它的五色 比如说 鼻属于脾 鼻的颜色的变化 那就反映脾的问题 所以是士气五色 黄是为热 白为寒 从五色上来看 黄色和赤色 一般的是反映 有热的现象 白是属寒的现象 而青黑 是又寒 又淤质不通的现象 所以是疼痛 因为淤质不通 就疼痛了 青黑是淤质 有寒 都可以出现这种颜色 此所谓 视而可见 这也 是吧 通过这个面部的部位 以及颜色的改变 那是可以判断 疾病的所在 和其寒热的 帝月 门可得 奈何 说是暗诊 切诊 怎么样应用呢 齐博回答说 是其主病之脉 那你要观察 他主病之脉 他所病的经脉 在那些经脉上 也就根据他的主病 判断是哪个经脉 在这个经脉上 如果是 肩而血 即现下者 肩而血 就是肩硬而充血 这是实证 现下 就是这个经脉 现下 不足了 不是充血 而是现下了 接课门得也 这都是可以用暗诊 暗得出来的 他充血了 充斥了 摸得出来 他不足了 现下了 也应该摸得出来 这都是 门可得的问题 对 举痛论 研究痛症 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除了上门所 门而可知的问题 后边谈到了望诊 看看他 哪个部位 发生了改变 在面部反应上 反应到是 哪一脏之病 然后再看看 他是属于寒 属于热 属于气血不通 判断疼痛的问题 同时呢 还可以看看 主病之经脉 是充斥呢 还是现下不足 可以判断其虚实 这个串讲 就是到这里 下面看他理论阐释 教材188页 理论阐释 第一点提出是痛 疼痛的病因 与病肌的问题 本段所说 疼痛的病因 主要是因为寒血 换句话说 是寒多热少 因为本段 14种疼痛当中 有13种是因为寒 只有一个热流 与小肠 寒致的肩肝而不得出 大便肝肝排除不出来 当然有腹痛 多数的那13种疼痛 都是因为寒 这个寒的问题 在内经整个理论上认为 疼痛也是以寒为主 因为寒为阴血气性凝炼 气血得寒子凝 气血凝炼不通 不通就通 这是一个大道理 当然不是绝对的 我们说了热也痛 虚也痛 但是确实是 疼痛 以寒寒导致的不通 为多见 我们在理论阐释的 正文第二行 中间还说 苏文毕论也说了 痛者寒气多 有寒不痛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 疼痛当中 刚才我们提到 热气流于小肠 那么有主热的疼痛 这是疼痛的病因 以寒为主 那么也有以热 由于热导致的 关于病机 病机的问题 本篇概括为虚实 科医脉外的血少 血少就说的是虚 科医脉中的气不通 不通就是属于实 所谓病机的问题 分为虚实 但咱们理论阐释提到了 这两句原文是相互补充 即是说 血系侵犯在经脉之外 可以导致气血不通 也可以导致气血衰少 二者均可以引发疼痛 因此说疼痛的病机 无外乎虚实 具体来说 虚实可以引起疼痛的 病机是什么 一是不通 二是狙击 其实狙击本来也有不通之意 但是狙击和不通 还当然有所不同 就本段而言 不通 狙击三是失痒 由于气血虚了 气血不能温虚了 所谓脉色在血虚 血虚在痛 不能滋养 组织器官的失痒 也会引起疼痛 第四 是气蜜 气蜜也痛 蜜乱了吗 引起疼痛 换句话说 虚实皆有 疼痛的 那么不只是 不通则痛这一端 还有其他的原因 当然不通则痛 是个主要的病机 不是全部的病机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内经之后 不要脑子只留一句话 是不通过痛 通过不痛 只留一句是不全面的 但是这一句必须留下 你还应该知道 其他的狙击 失痒 气蜜 都可以引起疼痛 这是关于疼痛的病因病激问题 189页 讲的是疼痛的针断要点 针断要点里头呢 我们又分成了五个小点来说的 第一小点是说疼痛的时间特点与程度 这里分成是轻 脚重和重 这三种程度 有疼痛脚轻 疼痛轻的 疼痛脚重的 和疼痛很重的 分成这么三种程度 时间问题有的时间短呢 粗然而止 或者得热而落止 有久 有时间长的 虫动于寒的痛久 所以时间有长短 病情有轻 脚重和重 第二讲是疼痛对按压的反应 也分三种 一种是在前表 按之做气血通畅 那就按之痛脂 或者说病位比较浅 病在于小乐受了寒邪 因为受了寒邪 也得病浅 又受的是寒邪 又病位则浅 说得热则止 这样不同了 一个是病位浅 按之则散 气血散了 小乐就通畅了 一个是受了寒 病位也比较浅 得热则散 气血本来由于寒 使得小乐狙击 得热则通脂了 这是按之通脂 得热通脂 对按压的反应 这个再有就是 食 寒凝于经脉 或者说热侵入于经脉 与人体的气血相互搏接 相互搏斗 使得经脉充实 账满 这样的话呢 就聚案 刚才是说喜案 喜温 喜案 这也是聚案 因为它 邪正交争啊 成为充实于脉 账满于脉 那么按之则痛 剧痛 则聚案 再有是邪气 侵犯的部位深 按压的力量达不到 因此是按之无益 所以对腾痛的按压的 腾痛对按压的反应 无非是按之作指 按之 加重 剧案 那么还有就是按之无益 没改变 这对这个分析病机啊 都是有用的吧 第四种 疼痛的牵引部位问题 疼痛的牵引部位问题 主要是和经脉 输血相联系的 比如腹痛引阴骨 邪气就影响到 侵犯到阴骨这个部位了 或者说邪痛引这个 邪腹 邪类疼痛引邪腹 那是肝经受邪 肝在经脉所过 心与背相隐而痛 那是寒邪气入于背书 气书助于心 所以心与背相隐而痛 这疼痛的牵引部位 是和经脉输血密切相关 所以呢 要想懂得这个问题 那要熟悉经脉的理论 你要知道经脉是什么部位啊 人体的体表的什么部位 是属于哪一经的所过问题啊 这个 真正要点呢 第四点 说的是疼痛的寒热属性 寒热属性 一般的说 洗温的 洗暗的是 虚的是寒的 巨暗的是 实证 洗冷的 一般是有热 寒热问题 疼痛的寒热问题 第五个 第五点 真正要点提出 疼痛的肩症 关于疼痛的肩症的辩证 疼痛的肩症 也是辨别疼痛 并未寄其寒热虚实的重要依据 比如 痛间积聚 是斜克小肠摩原之间 寒宁血质之故 痛半昏厥 痛半昏厥 那是使阴阳之气脱离了 这疼痛也挺严重的 阴阳之气脱离而不向交通嘛 阴阳之气不向交接 后来我们常用交接的话 阴阳之气不向交接 常用这句话 从伤寒令之后啊 医学界常用阴阳不向交接 那么昏迷 痛的昏厥 昏厥过去了 在内经上所讲的 就是 讲的是阴气 恶 阳气未入 其实讲的是阴藏于理了 阳气泄月于外了 讲的是阴阳不相间 不相衔接 这也是奸证 痛而欧 是含邪犯于肠胃 施 施于合将 痛间腹泻 是邪犯小肠 情桌不分 痛间便秘 是热烁于热烁肠叶 所致 那是关于 坚证的考虑问题 对辩证上的参考 这个 下边 林郑只要 讲的是 邪可以卖外 做学少 邪可以卖中 做气不通 又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提出来 这句话 是讲的虚实并基 具有刚领性意义 张介斌 对这个问题 提出来的看法 特别是 关于虚实并基 特别是关于虚的并基问题 对这个 所谓不痛则痛 提出了见解 内经 疾病内说 后世致痛之法 有越痛如不法者 那所说痛如不法 那个痛都是实证嘛 有越 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则 那不是制法都得要通吗 同样是认为只有实证嘛 有越痛虽利减则 那也是认为实证 大便通了就不疼了 人皆相拥送 人相传送 皆以此为不义之法 那是改变不了的法则 凡是痛症 无补制而用之 凡是见到疼痛 都拿这个东西去治了 都是痛 都是利 然痛症 亦有虚实 治法亦有补现 其辩知之法 不可不详 那么又说 凡痛而障蔽者多实 不障蔽者多虚 痛而聚暗者为实 可暗者为虚 喜寒者多实 爱热者多虚 保而肾者多实 积而肾者多虚 心病壮年者多实 越攻越拒者多虚 在治疗上提出来 凡 表虚而痛者 阳不足也 非温精不可 理虚而痛者 阴不足也 非养阴不可 上虚而痛者 心脾受伤也 非补补不可 下虚而痛者 脱致 汪阴也 非素旧脾肾 温补命门不可 这么也就是 对内经 疼痛虚实 病激和诊治 道理 以及 理法方面的 发挥的运用 所以在临床上呢 临床止药上 特别提出来 其实要注意的 就是不要犯 那个片面凑 就是认为痛 都是不通 凡是见到痛 都要通 要 那不是全面的 因此在林郑 只要这个问题上 引张叶冰的话 也是想说明 这样一个道理 其实有很多痛 是虚的嘛 不用说别的腐痛 虚症不少见 虚寒不少见嘛 桂皮汤治腐痛 腐中一气 治腐痛 长期腐痛 就使这个治有效的 更不要说那个 小剑中汤 治那个明显的胃痛了 小剑中汤也是便宜温补的了 所以啊 这个不要片面 因为现在片面 好像最容易使人接受 我记得在广告词上 也一个卖什么药的 说通则不通 他又吃我这药就不疼 通则不痛啊 他那药是通的 那话呢 给一般人印象 好像疼痛 只有这一个病期了 当然我们学过内经之后 不应该这么看 事实上临床也并非 是只有一个通之通的 好 这一篇 我们就讲完了 下边讲第五节 翻开教材 一百九十页 风论 之所以叫风论 是因为这一篇 讨讨论了风险 引起各种病症 所以叫风论 全篇就这么一 就这么一个 一个大的段落 分了这么几个自然段 分了三个自然段 下面我读一下 皇帝问曰 风至商人也 或为寒热 或为热忠 或为寒忠 或为利风 或为偏姑 或为风也 其病各异 七名不同 或内至五脏六腑 不知七解 愿闻七说 七波对约 风气藏于皮肤之间 内不得通 外不得泄 风者善行而说变 奏离开 则洒然寒 避则热而闷 其寒也则摔饮食 其热也则消肌肉 故使人吐力而不能食 明月寒热 风气与阳明入味 寒热而上至目内刺 其人肥 则风气不得外泄 则为热忠而目黄 人寿 则外泄而寒 则为寒忠而气粗 风气与太阳俱入 行入脉数 散于分肉之间 与胃气相干 其道不利 故使肌肉粪撑 而有阳 阴味有所宁而不行 故其肉有不仁也 厉热 有容气热腐 其气不轻 故使其鼻入坏而色败 皮肤眼窥 风寒刻于脉而不去 明月厉风 或明月寒热 以春 甲乙 甲乙 上于风者为肝风 以下 丙丁 上于风者为心风 以祭下 雾脊 上于斜者为脾风 上于斜者为脾风 以秋 更新 重于斜者为肺风 以东 人鬼 重于斜者为肾风 风中 五脏六腑之书 亦为脏腑之风 各入其门户 所重 则为偏风 风气 寻风府而上 则为脑风 风入戏头 则为目风 眼寒 饮酒中风 则为漏风 入房汉出中风 则为内风 西木中风 则为守风 酒风入中 则为长风 外在奏礼 则为泄风 故风者百病之长也 至其变化 乃为他病也 无常方 然 至有风气也 毕语 五脏风之形状 不同者何 愿问七诊 及其病态 其博语 肺风之状 多汗五风 色平然白 食和短气 昼日则搓 目则肾 枕在眉上 其色白 心风之状 多汗雾风 焦绝 善怒喝 赤色 病肾则言不可快 枕在口 其色赤 肝风之状 多汗雾风 善悲 色微仓 易干善怒 实赠女子 枕在目下 其色轻 肥风之状 多汗雾风 身体怠惰 四肢不欲动 色薄微黄 不适时 枕在鼻上 其色黄 肾风之状 多汗雾风 面茫然浮肿 几痛 几痛不能正立 其色黛 引取不利 枕在肌上 其色黑 卫风之状 景多汗 雾风 石隐不下 割塞不通 辅善满 石意 则称杖 石寒 则谢 转行受而浮大 守风之状 头面多汗雾风 当先风一日 则病肾 头痛不可以出内 至其风日 则病少欲 漏风之状 祸多汗 常不可单一 石则汗出 肾则深汗 喘息雾风 衣肠如 口干尚渴 不能劳适 卸风之状 多汗 汗出卸衣上 口中干 上肌 漆风不能劳适 身体浸痛 则寒 必约善 串讲一下 风日商人也 后卫寒热 是作为病名来提出的 寒热病 内经中关于寒热病的 很多的 有的灵书经一篇 就叫寒热病篇 篇名就叫寒热 那么看来这里是指的 发热物寒 这类的病 后卫热中 就里热 后卫寒中 就是里寒 后卫立风 就是后世所说的 大麻风 麻风定 后卫偏枯 就是说的半身不随 这类的病 脑中风 后的半身不随 偏枯 或为风也 因为下半还谈到了很多的风 什么守风啊 漏风啊 泄风啊 内风啊 很多风 这个或为风也 就是泛指以下诸风 其病各异 其名不同啊 每个病的症状 都有每个病的症状 各异 各自不一样 病名也不同 或者是内置五脏六腑 做病位而言 有的是涉及到五脏六腑了 不知其解 愿文其说 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其波回答说 风气藏于皮腑之间 内不得通 外不得泄 既不向内也没向外 就藏于皮腑之间的 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风者 由于风有扇形而硕变的 这个致病特点 扇形悠走快 硕变病情变化复杂 扇形 贺表贺礼贺上贺下 飘忽不定 幽走不定 瘦变 或者热 或者寒 对吧 或者腹泻 或者呕吐 或者疼痛 那风啊 引起很多很多的病变 或者出邪 瘦变 也就是变热 变寒 等等的 病情变化很复杂 那么如果他 因为他病理很复杂 他的特点很复杂 善行啊 如果是引起奏理开 这散人寒 风血侵入人体的话 如果使得人体的阳气 使得人体的奏理开泄 疏松 风血倒是容易使人奏理疏松 因为讲的嘛 风黑阳血 气性开泄 所以容易使人奏理疏松 那么就出现洒然寒 这个病人的感觉 就好像有水喷到身上一样 突然的那么寒冷 避则热耳闷 如果皮肤避泛 皮肤避泛看来 这是风加寒血了 多半是风加寒血 才使得皮肤避泛 使这个皮肤避泛 汗孔不通畅 那么胃气不得宣散 所以就出现热而闷 发热而烦闷 由于阳热之气 不能外宣 不能宣散 所以就发热而烦闷 其寒也 则摔饮食 若于风寒之邪 风邪加寒邪了 侵犯到人体内的话 还可以引起的饮食摔少 那么看来伤到肠胃了 风寒之邪 伤了肠胃了 摔饮食 就饮食摔少 实际不好 其热也则消肌肉 那么也是到内了 不是在皮毛 化为热 风寒之邪化为热 或者是导致了 因为胃气不能宣散 而预热于理 热可以消肌肉 可以使肌肉削减 热硕今夜 肌肉削减 故使人吐力而不能食 吐力 就是吐蓝的 吐啊 吐是这个账的意思 有发的意思 有肿胀的意思 吐之意啊 吐这个意的本意 看看教材八 看看助教材助十八 吐 突然站立 突然站立 不是肿胀的意思啊 突然站立 冷战 寒战的意思 突然的寒战 而不能饮食 明月寒热 这个病呢 病名就叫做寒热病 再有风气 与阳明入味 寒脉而上至于墓内瓷 足阳明经脉 到于墓 到墓下 但是呢 风气可以随阳明之脉 上行的话 到达于墓内瓷 也内角 风气到达墓内瓷 如果欺人肥 肥人多湿 则风气不得外泻 那么成为热中而墓黄 湿热欲在里头了 侵入到体内之后 因为肥人多湿 湿热和湿热这个 成为湿热病了 这墓黄 就成为热中而墓黄 里热病 热中叫里热病 又出现黄胆 黄胆病什么 这提出 从这看黄胆病 是阳明胃的湿热 在内经济的所有的黄胆病 基本就是肠胃有热 或者脾胃有热 后来句话说 是脾胃的湿热 人寿则外泻而寒 人体消瘦的话 那么风气可以外泻 就可以出现寒 所谓的寒中 出现里寒症 人体消瘦 阳热之气外泻 就成为里寒症 所谓人寿则外泻而寒 就是上面所说的寒中 再为寒中而泄出 里寒而流眼泪 眼泪出来 所以风泪眼 预风就流泪 那么和阳明也有关系 当然到底是寒热 到底是寒的气出 寒热的气出 还要辨别 不都是寒气出 但是在内经时候提出来 暮风眼寒 那种流眼泪 受风流泪 他多半是认为是有寒 风气与太阳聚入 行住脉疏 散于分入之间 太阳就足太阳膀胱经 太阳主一身之表 而且风气 聚入之后 还行住脉疏 行到足太阳经的经脉和疏血 散于分入之间 与谓气相干 谓行脉外 与谓气相干 又其道不利 邪气影响到谓气 其道不利 这个其道不利 倒是说的 盈谓二气道都不利 因为你与谓气相干 盈气也不利 不但谓气之道不利 盈气之道也不利 说盈谓之道路不通胀 盈谓之道路不通胀 故使肌肉奋成而有阳 奋成就是肿胀 而成为创养之病 盈谓之气逆弯了 不就成为创养之病吗 我们在讲了 阴阳音响大论的时候 不是谈过吗 说盈气不同 逆于肉里 乃生臃肿吗 盈气不能正常运行了 在逆于肉里 在肉里这地方相逆乱 盈谓之气都逆乱了 于是乎就又发热又肿胀 甚至于化成脓 这里也是使肌肉奋成而有阳 同样是和阴阳音响大论所说的 密于肉里是一回事吧 胃气有所宁而不行 当然这里也是说的 盈谓之气 有所宁而不行 盈谓之气 受到邪气的影响 宁而不得行 就运行失常 不欺肉有不仁也 那么所以他的皮肉 这个肉啊是指皮肤肌肉 有不仁也 不仁共养 麻木不仁 那是由于盈谓之气 不能滋养了嘛 不能滋养 温须肌肉皮肤 所以痛痒 不知痛痒而麻木 在内经里头 关于麻木与痛痒的问题 肌肉的麻木 和肌肉痛痒的问题啊 倒是有两种说法 一个呢 是这个 素问的逆条论 素问的逆条论 一条论上说 盈气虚 做不仁 为气虚 做不用 说肌腐麻木不仁呢 是人盈气虚 不能温养 不能滋养 做麻木不仁 为气虚 做不仁 为气是阳气 阳气虚呢 就不能运用 不能运动 不能受指挥 可是灵书经上 还有一个相反的说法 那么他就说 盈气虚 就可以不用 为气虚 就可以不仁 两个说 那么看来呢 盈位之气是不可分离的 盈位之气是不可分离的 尽管说 卫气是阳气主运动 盈气是行应脉中 是主滋养 但是这两个是不可分离的 那么这本篇呢 这里所谈到的呢 是个什么说法呢 是说卫气有所宁而不行 故肉有不仁 你看 从文字上 他说的是说的 胃气 明而不行 才皮肤 肌肉 麻木不仁 所以刚才我解的时候 我说虽然这说的是胃气 实际上是说的 因为之气 不能滋养 不能温须 都可以出现肌肉的 麻木不仁 下面说 利者 有容器 热腑 其气不轻 这个利 就是后来所说的麻风病 利风 内因时候叫利风 为什么叫利风 说这个病非常厉害 又有毅力之气的利 又具有一定的传染的性质 所以病很厉害 又有一定的传染性的 那个特点 因此取名为利风 严厉 厉害 他这个病是什么样的 首先讲的是病基的问题 病基是什么呢 是有营气热腐 营气受热而腐烂 而腐肿 这是说的腐肿 这个腐肿是红肿 红肿热痛的那个肿 那个腐肿 风胜则动 热胜则肿 寒胜则福 施胜则如泻 那热胜则肿 那个肿 红肿 那么由于风热之邪 由于风邪啊 侵入了经脉 使营味之气 不通畅 欲而为热 成为腐肿 那么也就成疮痒一样了吗 同样是 我们所说的营气不从 腻于肉里 乃生臃肿 那个病基 是相似的 其气不轻 说明有毒气 这个风气侵犯人体啊 不是一般的风 有毒 所以叫其气不轻 混浊的 污浊的 污浊之气 叫其气不轻 因而使其鼻柱坏 而色败 所以这个病啊 使鼻柱坏 鼻梁骨都破坏了 而色败 那颜色 面色太难看了 太败坏 收败 很难看的颜色 皮肤 痒愧 皮肤也出现 一块一块的 溃疡肿胀 风寒 刻于脉 而不去啊 说这是由于 风寒之邪 侵犯到血脉之中 而不能除掉 九明月利丰 这又叫利丰 也把它叫做寒热 这个病也有发热物寒的症状 但是毕竟证明 叫做利丰 或于寒热 或者也可以说它叫寒热 因为它有寒热的症状 不过利丰这个病 我没见过呀 我也是书本看到过 这个病 要有的话 人家也都给它 这个管制起来 一起居住 一起治疗 不许随便走 因为它具有传染的性质啊 但是从我们内经时代呢 对这个病还是有记载 同时也看到它 其气不清 有热毒 虽然是风寒之邪 侵犯 但是它体内它欲而为热 有毒气 同时也看到它 作为利这个名字来看 也认识到它有相当的传染性 又认识到它非常的严重性 关于症状的描写 好像和现在书记上 所描写的也是很一致 这些特点嘛 只写出其特点 这是第一段 这讲了这样几种病 虽然都是风邪 或者风寒之邪侵犯的 由于侵犯的部位不同 由于人体的体质 强弱肥瘦的不同 那么可以有不同的症状表现 或者成为不同的疯病 下面呢 又讲啊 跟时间的关系 风病啊 和时间有什么关系 和季节 和日期 有什么关系 以春 这不是季节吗 春季 假以是假以日 时干日 天有时干 假以丙丁 物极更新 物极更新 时干 假以就是木 假以木嘛 印于春 印于东方 东方假以木 南方丙丁火 那么丙丁呢 就南方就印于下 中央物极土 物极就印于长下 也就印于皮 西方 更新 更新 就属于费金 属于西方 属于秋季 更新日 人鬼属北方 寒水 人鬼日 时干日 不过现在时干日 这个这个 日历上也不标了 那么在 不是说古代 在清代时候 还标标的 哪天 是什么日 哪天 还什么日 还都标这个 而且在内经里头 还根据时干日 判断 人体气血 运行问题 判断 人体气血 和哪一脏腑 相应问题 从而还决定 针刺取血问题 内经关于这方面 记载不少 只不过近几十年来 对这方面不够重视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假以日 就说的 时干日的假以日 假以属 风目之气 所以春天和假以日 都属于目吧 伤于风 受到风险 容易得干风之病 因为风气通于干 木气 同样道理 下边夏季 或者丙丁日 受到风险 容易得的病是心风 因为心通于夏 心气通于夏 丙丁也是火 也是火之气 也通于心 同样的 记下 就是常夏 雾脊 上于邪者 为匹风 秋 更心 重于邪者 为肺风 以东 人鬼 重于邪者 为肾风 那就是根据时间 和五脏的关系 五脏 在其所相应之时 容易受到邪气 而成为五脏之风 下边说 风中 五脏六腑之书 意味 脏腑之风 风学 侵犯到五脏六腑之书的时候 也可以成为五脏之 六腑之风 因为我刚才谈到 这五脏六腑之书 主要是说的 胖光经 背部的 五脏六腑的书屑 这个五脏六腑的书屑 它就内连于脏腑 因此 风中于脏腑之书 也就成为脏腑之风 比如背部的肺书受风 那就是肺风 背部的胃书受风 那就是胃风 它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因为书 是和内脏相应的 各入其门户 所重皆为偏风 各入其门户 也是按照书屑来讲的 门户也就是书屑 那么各入其门户呢 所重为偏风啊 邪气所重的话 就可以成为偏风 教材有注视 偏空有两种解释 一是说的偏空 就是半身不随的那种偏空 二是风一偏重一身体的 某脏的某个部位 不是全部 关于偏风 有两种解释 都有道理 各入其门户 所重 作为偏风 风气 寻风辅而上 作为脑风 风辅 就是脑后的督脉穴位 法际上 一寸半 风辅穴 风邪 重于风辅穴 可以上入于脑 那就叫脑风 脑风的主要症状是疼痛 风入教材注视说 风泛脑水 以脑部的疼痛为主症 再说风入戏头 风入戏头 那是说 风邪侵入 从木戏 从木戏而入于头 风邪所重 从木戏而入于头 木戏连于脑 作为木风 眼寒 这个时候呢 病名叫做木风 眼寒 就眼流泪 阴风流泪 这堂课就讲到这 未经许时